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 要严密防范和依法打击 依法坚决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 严厉打击恐怖势力 宗教极端势力 民族分裂势力的犯罪活动 继续开展同法轮功的邪教组织的斗争 深入开展严打的整治斗争 依法的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犯罪活动和黑恶势力 大力整顿社会治安混乱的地方和场所 使社会治安状况有明显的进步 实际增长 百分万奖 我们坚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 恢复两岸的对话与谈判 进一步扩大两岸经济文化的交流 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尽早地实现直接三通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台湾各党派 各界人士加强交往和对话 支持海外华侨华人 反对台都 促进主国统一的爱国行动 我们坚信主国的王权统一大业 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建设区的成秀 这是和防腐败的斗争的地度加大 为能用财政资金和装项